那刚才你的问题是问回 就是为什么九运八运七运 其实代表一些什么的玄机呢 其实玄机就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玄机 最主要其实你当是一个时间一个流转 我解释给你听 玄空我们还有三样东西 天人地 其实这个运是一个时间观念 是 放进去地方 这个地方当然可以是人住的地方 甚至是各运都可以 那师傅我可不可以理解一件事 就是说 可能似乎就是 一百八十年 每逢一百八十年 一个大运数 一个世界可能又有些东西变压 会是这样 有少少 你刚才说什么玄机 会是这样的 我试过都度过 就是这样推断 我试试这样度过 看过这样的情况 哦 好了 那说回 我们有九个运 是 其实九个运 一般人认为 很多时候 当然由一运 一运 二运 三运 即是九个运 一百八十年里 开始 一运 开始 其实呢 在运数里面 尤其是在河图乐书里面 那个 乐书九宫 嗯 其实那个元旦盘很重要 是 所谓元旦的 你要怎么称呼 元旦 元旦 每年都有个元旦 即是月一 一月一 是 即是元旦的私有 开始 那在我们的元旦 那个运数 那里 我们有个叫元旦盘 嗯 元旦盘的盘式 就是五在中宫 嗯 五在中宫 凡是在中宫 就是说 比如运 那个运盘 五在中宫 就是五运 那现在八运 就是八在中宫 是 那如果元旦盘 是五在中宫 其实呢 我们的运数 那个时运 那个大运数 其实是在五运那里 开始 哦 开始 那你又看回 五运 是否发生 相对 相对 其实是 有些是世界转变的 会在那里 的